大家好,我是大营 马上快要过年了 今天用五花肉和豆腐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每年我家餐桌上都会加上这道菜 营养又美味,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 首先准备一块老豆腐切成片 用老豆腐来做,豆香味浓郁,口感抠坦爽滑 再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的豆腐放入大碗中 再加入开水,把豆腐烫一下 豆腐烫过以后不容易发散 准备一个洋葱,去掉头盒尾 再把洋葱的切口处抹上一层食用盐 再把两边放上一双筷子,切成薄片 切成片以后,转半圈再切成条状 最后再像这样切成小丁 用这种方法切洋葱,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烂眼睛 切好的洋葱放入盘中备用 准处准备一颗大葱,切成小短圈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准备一块姜,切成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准备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把五花肉的筋膜和猪皮切下来不要 不然的话会影响这道菜的口感 处理干净以后再把五花肉切成小块 切成块以后加入切好的洋葱,大葱,姜末 再把它们一起剁碎 这样猪肉吃起来不腥不柴 还特别的鲜嫩好吃 最后剁成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剁好的肉沫放入大碗中 这时候豆腐已经泡好了 倒掉炖鱼的水分 再用一个叉子把它压成碎沫 豆腐压碎以后放入肉馅里 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两勺淀粉 适量的花椒粉 拌勺盐 适量的生抽 用筷子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手上抹一点清水 取适量的肉馅团成一个球状就可以 全部做好以后放入盘子里 全部做好以后放入盘子里 盖上盖子大火蒸15分钟 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适量的生抽 适量的米醋 半勺食用盐 半勺二百糖 一勺蚝油 一勺淀粉 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调好的料汁倒入锅里 把蒸丸子渗出来的汤汁加进来 用小火慢慢的加热 把汤汁熬至浓稠 最后熬至成这样 起蛋泡就可以了 把熬好的料汁浇在蒸好的丸子上面 撒上一层松花 点缀一下 非常好吃的豆腐丸子就这样做好了 香飘四溢 看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个丸子的食材都是非常的有营养 多吃豆腐 不贴不盖 洋葱能增强免疫力 营养又美味 招待客人有面子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见